我们会觉得既然他想用这招 其实有些都叫兵行减着的一招 但是最少我们会觉得金融市场上面 就变了可能要选择的就是选择跟息率敏感度高的东西 长远又发展的东西 就是简单的可能两年前 大家很喜欢的主题就看高一点 但是对于实体经济很敏感度高的东西 那就不要想了 很简单就是说油价相关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说参考过去很多次 如果经济要走向衰退的话 其实油价都是回落的 回落为主 所以其实油价这些跟经济敏感度相关高的资产类别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拌一拌开 你也提到两年前大家很热冲的那样东西 最近资金又开始找回 你有没有说大家如果都想跟着大家的trend 就是可能又去找回一些所谓高增长或者高估值 虽然近期的估值已经修复了 这样调整了 哪些会相对可能直播率高一点 我估计如果用现在这一刻呢 就是你要去担心一下市场会不会突然很害怕那些 叫做衰退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用这段时间 我们自己都觉得最看得通和最大的机会率都还是太阳能的 始终也是太阳能的 那太阳能我不是说它是可以很顺利地 完全慢慢走高了 但是现在我就这么说 只要买这些板块 可能心理上的准备就是很确定的 真的很确定 因为市场也确定的 但是因为他们本应的波动是比股市大了 所以是很容易会令到大家有所忐忑的 是的 但是你说其实我想补充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说在新能源上面 其实很难不是太阳能 因为就算你看到内地那些 太阳能已经相对 叫做好像这段时间比较走高一点 如果看全球上面几个地方 欧洲那边是迫着要快点追赶 就是要勇 因为要脱离俄罗斯上面的能源关系 另外澳洲那边现在的新总理 那个单地一上任 他们都说他们想做一个 renewable的大国 是的 可能接下来有很多发展在这方面 但是看回我们自己的区内 就是内地的市场 很多人可能过去那十几年 在内地常常推太阳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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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内地的用电 或者发电的比例 其实很多无论传统能源 或者关于一个叫做新能源 对比核能 风电 水电 那些 其实太阳能源 其实在过去那两年 增幅是两成多两成多的 那就是说这一样东西看来 是纵使可能大家有所忧虑 会不会突然不走 但其实我觉得应该 大家都在推动这种东西 所以你说在这么多东西里面 这个看来暂时是比较先行一点 如果说美股方面太阳能 你之前提过的就是Enphase 和TAN就有一个ETF 是不是都是这两个去逼? 暂时也是 因为其实如果从第二季的数据里面去看 事实上太阳能是会暂时跑人市场 如果在太阳能板块里面 Enphase也是比较跑人多一点 是 你觉得现在价位是 因为最近也有冲过上去 但又回回 有一个等了好一点 但其实也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会看到 我们打算他这次220可以站稳 其实应该第二三次去试 其实本应有点憧憬 但是你看到星期一 白宫出来说话之后的对白 你看到市场立即改变了一点 对了 那么那个气氛 就是Risk On的气氛 那么你看到它就压回来 但是我们当 暂时当它都是Range Bound 这样走着 就是可能160到220这样走着 但是虽然看上去好像叫反复 但是其实 那个Relative Return 就是相对的表现 其实已经开始比起其他东西 是硬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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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